今日,我们来为您介绍一下阿斯匹林的传说 我将向您详细解释一下其中的精华 阿斯匹林是经过千辛万苦才郁郁出来的 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到国际大战之中 还有,阿斯匹林是怎么从一个不起眼的东西一跃飞上天的 说起阿斯匹林,相信你对它并不陌生吧 即便你的体质再好,也经常从朋友和新闻上听说过 这是一种很常见的药物 它可以治疗头痛、关节肿痛、发烧、心肌梗死、中风、偏头痛、白内障、老年痴呆等疾病 还可以治疗肠癌、肺癌等癌症 由于价格低廉、疗效广泛、副作用少 阿斯匹林因此而被广泛使用 你也许不会想着这些详细的东西 话说,全世界每年生产的阿斯匹林大概有50万吨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000亿克的阿斯匹林 它们可以环绕着整个地球转25周了 阿斯匹林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一种 拥有吉尼斯记录和登月的药品 而且,阿斯匹林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药品 它的新作用也在被人们不断地发掘 从发现阿斯匹林的活性成分 到阿斯匹林公司的研发和出售阿斯匹林 到底是怎样的曲折经历 阿斯匹林的传说让我们知道 在它诞生的40年里 阿斯匹林有好几次都快要流产了 但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 它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并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 一场大战之后 阿斯匹林的销售已经跌落到了谷底 但在各方的努力下 最终它还是成功了 本书由英国的迪尔米·德杰弗里斯撰写 他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和电视制作人 在英国电台工作 他不但咨询过有关领域的专业人士 也访问过阿斯匹林公司中的历史人物 还询问过制造阿斯匹林的公司 以及制造阿斯匹林的拜尔公司 以此来搜集有关阿斯匹林传说的信息 好了 我先简单地说一下这本书籍的背景内容 然后我再给你讲解一下这本书的具体内容 第一个问题是 阿斯匹林诞生过程中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 阿斯匹林在市场上的销售会引起什么样的竞争 它在二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第三项主要内容是 二战后阿斯匹林为什么会衰败 以及他是怎样复活和登上王座的 首先 让我们从阿斯匹林诞生过程中 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说起吧 阿斯匹林诞生过程 我们还要追溯到埃伯四指草树上 这是埃及最著名的一本译点 其涉及的范围很大 我们就不一意介绍了 最关键的是 这本书中记载了一种用来止痛 退烧 消炎的药材 这说明了柳树的功效 很早之前就被发现了 而这其中的主要成分 就是从柳树的树干中提取出来的 柳树皮的作用 首次得到了科学的证实 是在18世纪英国 一位叫做斯通的神父 偶然吃了一片柳树的皮 他发现这种柳树的气味 与他所用的药物一模一样 顾名思义 患上了感冒的人 就会发烧 浑身冰凉 斯通神父猜测 这个可以作为对付寒热的方法 应该是用金鸡那树的树皮 和柳树的树干 毕竟是一种树皮 而且 价格还不如金鸡那树 要是效果一样 那就是一项非常牛的发现了 斯通神父拿起一把匕首 割了一些柳树皮回去 把树的皮带到墨房里去烤 同时 他也去了一趟藏书阁 找到了关于柳树皮的配方 比如 埃博斯植草书 这让他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斯通神父将烤好的柳树皮 研磨为粉 然后召集一群患有感冒的患者 当患者有高烧 和极度害怕寒冷时 就给他服用柳树皮粉 斯托神父最终得出结论 每四个钟头服用一粒八两的药粉 效果是最好的 在试验了五年之后 斯托姆斯将自己的研究成果 提交到了英国的皇家科学院 这篇论文 被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期刊 自然 期刊给刊登了出来 得到了一些医师和药剂大师的一致好评 其他一些人 也从这个报道中得到了很多灵感 19世纪早期的一群 用化学试验来探索药理的科学家 1828年 慕尼黑的药剂师约瑟夫 从一棵柳树的树皮中 提取出一种带苦味的躯干的黄色结晶 并将其取名为柳 十年之后 意大利人皮里亚 从柳树中提取了一种叫做水洋酸的酸 水洋酸具有止痛 退烧的作用 但因其酸度过高 会使部分患者难以忍受 这也是为什么 20年来 水洋酸一直没有出现在医学上的原因 19世纪中期 法国夏尔热拉尔的一位研究人员 使用了一种叫做水洋酸的方法 他用一种特殊的方法 将酸性物质 转化为了一种很微弱的乙酸 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一过程解释为 通过减少水洋酸的酸度 从而获得了以鲜水洋酸的活性物质 不过 以前水洋酸的浓度还不够高 效果也没有想象中的好 所以 热拉尔也就作罢了 一直到19世纪末期 1897年的8月10日 埃亨格伦在拜尔制药研究所主任霍夫曼的带领下 用热拉尔以前的办法 生产出了高纯度的醋酸洋酸 由于埃亨格伦主任的努力 醋酸洋酸最后被命名为阿斯匹林 1899年7月开始投入使用 这在制药行业 绝对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就 是他开创了药品研究的先河 引领着未来数百年制药企业的发展 不过 这位研究人员也指出 阿斯匹林的出现并非出自某个伟人之手 而是一代又一代的先辈一起的努力成功 首先 让我们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归纳 阿斯匹林之所以能被发明出来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医学作用 在18世纪 英国的斯通神父 发现了这种柳条具备驱寒治疗感冒的作用 利用粉剂对寒热的治疗试验 官方公布了柳树皮粉 对缓解发烧和疼痛的作用 19世纪早期 科学家们从柳叶的躯干中 提炼出一种有效的药用物质 水洋酸盐 在19世纪 热拉尔教授以一种化学方法合成了一种能显著减少其不良反应的醋鲜水洋酸 但是由于当时的工艺环境所限 醋酸洋酸一直未能大规模生产 1897年霍夫曼 拜尔公司的一位研究员 在老板艾亨格伦的带领下 回顾了热拉尔教授的手工制作醋酸的过程 最终使醋酸以阿斯匹林的名义进入市场 聊到这里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阿斯匹林的诞生过程 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是 阿斯匹林在市场上的竞争是什么 它在二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众所周知 一种产品只要有独特之处 就可以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阿斯匹林在国内的销量很好 要是能垄断下来 拜尔肯定能大赚一笔 所以 在阿斯匹林推出后 拜尔公公司首先要申请的是专利权 但德国的专利组织却指出 醋酸洋酸早在三十多年之前 就被海登化学公司开发出来了 但因为没有被当成药物来使用 阿斯匹林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 而英国和美国 因为拜尔公司侥幸获得了乙鲜水洋酸的专利 所以拜尔公司趁势而起 在英国与海登化学公司进行了一次诉讼 理由是侵犯了他们的利益 我们之前说过 海登化学公司在拜尔公司三十年前 就生产出了醋酸洋酸 所以这个事件就是导火索了 所以 拜尔输掉了官司 笔者在此特意为拜尔公司声明 实际上 德国企业都是利用漏洞获取专利的 因此 拜尔公司到英国来 并不是为了玩什么花呀 英国和法国也开始认识到 德国企业不够诚实 所以他们不再和德国企业进行业务往来 德国民众对德国政府抱有敌意 这种微妙的改变 正好反映了当时的紧张局势 同时 英国拜尔公司的专利官司也宣告和解 这给其他能够制造 以鲜水洋酸的厂商带来了动力 他们开始在英国的销售领域展开竞争 面对这样的局面 拜尔公司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他更担心的是 在英国的专利权丢失之后 该如何保护美国市场 所以 在英国案件审理之前 拜尔公司曾在美国芝加哥 进行了相似的法律行为 不幸的是 美国司法机关 一般都会参考英国的类似案例 但是没想到的是 美国的阿斯匹林依然拥有专利 但距离阿斯匹林的有效期 还有八年 如果拜尔公司的产品没有了专利权 那么 阿斯匹林的市场就不会被他们占领了 唯一的办法 就是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所以 拜尔公司先是在药丸上 用拜尔公司的德文命名贝尔 然后将它改成了醋酸值 这样既不会引起医生和患者的注意 也不会记住它的名字 而是将它命名为阿斯匹林 而阿斯匹林则是贝尔公司所有 真是好主意 这种业务上的较量 只能算是阿斯匹林经验的一次试炼 由于不久之后 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紧张起来 一战爆发 阿斯匹林的生命就此发生了一些变化 德国和欧洲国家开战 阿斯匹林不能继续对外销售了 但因为它是必需品 所以很多国家都在生产它 比如英国 克萨牌和浩利康 是最牛的醋酸阳酸生产公司 但英国的化学工业 并没有德国那么发达 这两个品牌的不良反应要大得多 在国外也差不多一样的结果 不光是阿斯匹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人认输了 贝尔在美国的分部也被拍卖了 而世界各地也有无数的生产企业 在生产以鲜水洋酸 贝尔的垄断地位即将被彻底颠覆 然而 也许老天爷觉得 阿斯匹林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它面临着最严重的考验 即德国人的投降 仅仅一个多月后 一种流感大爆发就开始了 在世界范围内 有十亿人因猪流感而被传染 超过五千万人因此丧生 这是一种什么病 至于造成这次的流行性感冒 目前学界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在那个时候 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它 只能够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来对抗 大夫也没办法 只好按照自己的经历 选择了阿斯匹林 让患者缓解发烧 直到没有了头疼感为止 这一次事件 在这次的浩劫中 终于落下了帷幕 战争结束之后 我们才意识到 历史上曾经挽救过数以百万的生命的 是阿斯匹林 因此 未来两年 阿斯匹林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而属于阿斯匹林的时代 也即将到来 不过 从那以后 拜尔公司就再也没有销售过阿斯匹林了 美国和英国各有判决 认为阿斯匹林只是大众眼中的乙鲜水羊酸盐 而非拜尔公司的专有品牌 因此 市面上出售的醋酸羊酸可以称为阿斯匹林 拜尔公司已经完全丧失了其专有权 他还遇到了澳洲最善于做广告宣传的强大竞争对手 阿斯匹林和过去的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可以通过阿斯匹林 原书来详细了解一下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看 阿斯匹林进入市场后 拜尔公司为垄断全球专利而四处奔走 但在美国 所有的专利都被拒绝 而且因为德国公司喜欢利用自己的技术 所以其他国家都不会和他们有任何的接触 拜尔转向美国销售 但还没来得及开始 就发生了一场大战 导致了水羊酸的供给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不仅国家在生产自己的乙鲜水羊酸 美国的拜尔公司也是如此 由于德国失败 公司分布也被拍卖了 阿斯匹林的业务状况一度陷入困境 然而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流行病 造成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的伤亡 正是因为阿斯匹林的存在 才让阿斯匹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重要性 更加突出了 很不幸 拜尔公司的阿斯匹林 已经丧失了其独占优势 而其他的醋酸阳酸 也被统一称为阿斯匹林 好了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另一件事 那就是阿斯匹林在市场上的竞争 以及它在二战中的作用 说到这里 我们再谈谈阿斯匹林 为什么会在战后衰落 为什么会复活 为什么又可以重新登上神坛呢 谁都知道 战争结束之后 美国的经济正在恢复 但阿斯匹林的销售一直在下滑 由于新品种的介入 阿斯匹林成为阵痛剂的优势 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甚至新研发的阿斯匹林长绒胶囊 都无法挽救其销售下滑的石头 长绒片是一种药品 它是一种在进入肠子后 就会被消化掉 这样可以防止 对咽喉和胃部造成伤害 就在大家都认为 阿斯匹林已经风靡了一百多年 但现在 人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很重要 但从来没有被人思考过的问题 那就是 阿斯匹林是怎么治疗的 这一问题 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不过最后 一名叫做约翰·范恩的药剂学教授 终于搞清楚了阿斯匹林的作用 他通过多次的动物试验 发现阿斯匹林 可以抑制某些病菌的产生 当时有个说法是 那是我们的摄护腺激素 前列腺素就像是荷尔蒙 在人体受到损伤的时候 会分泌出这种物质 现在的科技 已确认了前列腺激素有多种类型 约翰·范恩找到了一种 能引起疼痛的发炎症状 毋庸置疑 当某些东西 引起了痛苦和发炎时 阿斯匹林可以阻止这些东西的产生 所以 它一定是因为阿斯匹林阵痛 根据该发现 约翰·范恩在《自然》 期刊上刊登了一篇论文 该期刊汇集了各个领域 最重要和最前沿的成果 在对阿斯匹林的激励 进行了更多的了解之后 约翰·范恩也注意到了 阿斯匹林在我们的血液中 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医学上 血小板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 当我们不注意到自己的手指 被划开的时候 它会快速地聚集在一起 堵塞伤口 这就是 是摄护腺激素的作用 所以 阿斯匹林会阻止 它的前列腺素的产生 血液 血管 都无法阻止血液的流动 这听上去很不好 但却恰恰适合那些心肌梗塞患者 心肌梗塞被称为20世纪后期的头号死症 其病因是由于血液中的凝极而产生的血栓 阻塞了心脏的血液供应 从而造成心脏的肌肉缺血 从而造成死亡 这就很容易明白了 防止心肌梗塞的形成 但是 在广泛应用于患者之前 这个猜测 还有待于临床试验的验证 可惜的是 一名叫做埃尔伍德的医生 在三个较大的临床试验中 都没有发现 阿斯匹林在防止心肌梗塞的 在发作中的效果 牛津的理查德·皮托 在1980年5月 提出了一个新的评价办法 即将以前的所有的试验资料都记录下来 进行一次数学评定 虽然皮托认为 阿斯匹林可以防止在发生的心肌梗塞 但这篇文章刊登在英国的《柳叶刀》期刊上 然而 这个新的评价方式 却引发了很多争论 特别是在药品方面的专家们 更是公开地提出了意义 在企业界和医学领域的联合努力下 有关当局举行了两场听证 同意埃尔伍德进行了许多临床实验 并提出了新的教学评价办法 第一次的庭审 因为双方的意见已经很大了 在令人不高兴的气氛中 当局拒绝使用阿斯匹林 来防止在发生的心脏梗塞 之后 埃尔伍德和皮托两人 都提供了详细的信息 并制作出了演讲和投影 这才赢得了两位议员的支持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阿斯匹林的使用方法中 增加了防止心脏梗塞的再次发作 美国卫生部官员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 还提到了阿斯匹林 称每天服用一粒阿斯匹林 是对心脏病病人的一种保护作用 这项重大的突破性进展 不但使阿斯匹林重获生机 而且也激起了医疗专业人士 对阿斯匹林的兴趣 由于阿斯匹林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 科学家已经陆续确认 阿斯匹林可以预防中风和老年痴呆 随着人们对阿斯匹林的临床试验的不断深入 专家发现 阿斯匹林对于牙周炎 白内障 偏头疼等较轻疾病同样有疗效 而且还将阿斯匹林推向了预防肿瘤的前沿 在狂热的科研和药品公司的大量宣传下 阿斯匹林的销售节节攀升 重新成为正统药物榜首 还有阿斯匹林和以前的垄断时期完全不同 现在的医疗器械是靠着新的治疗手段 一步步登上了大众的宝座 尽管阿斯匹林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并且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但是阿斯匹林将会在不久的将来 成为旅游和居家必备的药物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第三个要点 阿斯匹林的销售 必然会因为市场的激烈而不断下跌 即便是一些新的具有较少不良反应的药物 也无法扭转这种颓势 当所有人都以为 阿斯匹林要从药品行业中消失的那一刻 约翰却意外地注意到 它可以有效地控制肾上腺素的产生 不但可以止痛消炎 还可以防止血液中的凝快 防止心脏梗塞 之后 在专家的临床试验和阿斯匹林 在防止心脏病发作中的作用得到了证实 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和使用 阿斯匹林又重新回到了销售第一的位置 并且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研究者们相信 阿斯匹林在未来仍然可以凭借其独有的竞争优势 继续保持下去 好了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最后一件事 虽然二战后 阿斯匹林逐渐示威 但其机理和新的治疗效果的发现 使得阿斯匹林重获新生 并开始登上逆袭之途 好了 说到这里 阿斯匹林传说的事情就到此结束了 接下来来个总结吧 首先 我们一起学习了阿斯匹林的历史 英国的神父斯通从埃及得到灵感 他曾用羊木粉来医治海热患者 结果证明效果很好 19世纪早期 在他的灵感下 他从柳树皮中提取出了一种重要的物质 水羊酸盐 然后 拜尔公司生产出了低纯度的醋酸水羊酸 而拜尔公司的爱亨格伦与霍夫曼 对其进行了改进 得到了高纯度的乙鲜水羊酸 并将其称为阿斯匹林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 阿斯匹林在市场上的竞争 拜尔公司曾经在世界各地提起诉讼 来捍卫自己的专利 以此来维持阿斯匹林的市场份额 但最终都以失败而结束 当时政治二战 乙鲜水羊酸在各个国家都有大量的销售 这对阿斯匹林的销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 阿斯匹林挽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使其恢复了身体状况 不过在拜尔看来 阿斯匹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品牌了 更像是一个名字 我们最终 对在新的阵痛药物的销售下滑之后 约翰·范恩的研究结果表明 阿斯匹林可以通过阻止前列腺激素的释放 来缓解疼痛 有抗炎症作用 也有一定的防止心肌梗塞的作用 阿斯匹林的销售一路高歌猛进 再次夺回榜首 而那些医疗专业的医生们 则是被这个消息所激励 开始了他们的临床誓言 阿斯匹林不但可以防止心脏梗塞 而且还可以治疗中风 牙周炎 偏头痛和肿瘤 这让阿斯匹林在很多人的心中 都是一种神奇的药物 还能不能保持 阿斯匹林不但 我来的 我来的